苏大姨 苏大姨 我家的情况你都了解了吧 了解了 你妈走得早 你爸哥们儿少 自己在老家 你担心她吃不好 阿姨不得了 这记性真挺好 我平时工作忙 没时间来回跑 咱俩在这儿白头呢 大姨啊 都懂 大姨啊 这回找你真是找 对了 你是真仇啊 大姨 这次辛苦你了 千里迢迢的跟我回老家 骗我爸 假装跟他相对相 所以你这次的任务呢 就是把他勾到城里 我还有啥问题吗 啥问题都没有 就是这个费用问题呢 你说我管你要呢 还是管你爸要 就这么点问题 这是最大的问题 你哪能从他要我 那不露馅了吗 我给你 孩子 大姨是那种差钱的人吗 是 大姨啊 就是看你孝顺 啥钱不钱的 说这个 大姨都觉得腻软 咋差一钱呢 大姨啊 这一千是定金 等事成之后 我再付你没款 那你放心 就大姨这气质 大姨要是没有点魅力 那老潘头 能大老远的 从城里 吃一道根啊 盯盯地站在那 看着我呀 你就跟儿子妥协吧 去城里吧 我去城里干啥呀 城里多好啊 要啥又啥 城里就没有我想要的 你想要啥呀 你 你能不能先把他逼他 老高头 你说这话 让人听着 那不得传闲话啊 怕啥呀 我孩子他妈走得走 你老头的呢 也走了十好几年了 啊 这往大了说呢 叫天坐之河 门当货盾 那往小了说呢 你是寡妇 我是光贵 你再说那话 我不搭理你 这小脾气 这搭理你 行行行 我不说 我给你点东西 啥呀 给 瓜子人 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都不敢 跟孩子们说 我就不敢往前 迈这步啊 完蛋 老王太太 我什么事都能惯着 就是不允许你做 爱情的头兵 今天我就跟你打个样 我告诉我儿子 我现在我就给他打电话 哎 我电话呢 我现在给他打 爸 爸我回来了 没打就回来了呢 不是 你咋回来了呢 你慌啥呀 你不要给我打个样吗 你别慌 当面不敢 哎呀 那你不敢 你不敢 我也不敢 那我就先回去了啊 我先回去了 赶紧走吧呀 你 黄志也在吗 是啊 你怎么来了呢 我咋来了呢 老高啊 我咋来了 老高头 我咋来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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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天而见 让你 坐在我的马背上 飞下 我明白了吧 我明白了 出门来了是不 对对对 啥从天而见啊 翻墙进来的 出门进来的 不是不是 走门进来的 那我先回去了啊 回去了孩子啊 没人过来窗门啊 有门就走门 别老从天而降 那多危险呢 这拿出门 你干啥呢 你 你咋回来了呢 是 你是不是想带我去城里 不去 爸 你看你这暴脾气 这瓜子要反潮了呢 你别吃我瓜子 我问你 你咋回来了 也没啥事 没啥事就为了搅和我 不是 我问你回来干啥来了 啥是这样啊 你看这么多年了 我也成家了 我也立业了 我呢 现在在城里 你到底想说啥 我想给你找个老伴 长大了 从小我就看你身的恶 既然你提到这个身上 爸就给你摊牌了 爸 你先别着急 那么儿子先出牌 你咋想的我当儿子 还能不知道吗 今天儿子就把这窗子 给你撕开 你等着 让他进来 这聪明大儿子 随我 刚才王婶儿就不应该走的 玩着呢 你说儿子把窗户纸 放到我面前了 你们看我撕不撕 他就完了 你好 你好高呀 这谁呀 这是我跟你介绍的朋友 啥 女朋友 你瞅我爸这老头 差一个字都不行 我给你激动的 今天啊 儿子把这窗户 给你撕开了 儿子 是不是给我拿错窗框了 这谁呀 这个是苏大姨 拿着我 行来 行来 我说苏打几啊 谁是苏打几啊 我是他苏大姨 对 不管是苏大姨 还是苏大强 你呀 我没相忠 小高 你爸啥意思啊 不是 我连自我介绍都没介绍 我淘汰了 我 不是 大姨 你别激动啊 我跟他说一说 爸 你这干啥呀 大老人过来的 你这介绍怎么没介绍 你手印都不可以喝一口 就是撵人走啊 给我点面子行吗 行 你呀 就是我亲儿子 我给你点面子 对好点 来 喝一口水 谢谢啊 喝一口就走 你这口是真大 哎呀 妈呀 对不起了 整一脸 老高啊 我今天孩子都回来上我家 来铁了 王婶 不是铁 这是我跟我爸介绍的对象 对象 你 哎呀 哎呀呀呀 老高啊 长能力了 我才走这么大 估播 恋爱了 这速度 果然不是爱情的桃柄啊 你这是冲锋柄啊 康子 可不是吗 我爸老猛了 王婶 你来了 你帮我爸把锅呗 是 我跟老高头邻居这么多年 我得帮他好好把把关 哎呦 太有意思了啊 你们村 这咋的 像个对象 还得有人把关呢 咋的你是导师 你先别管导不导师了 先让我看看你吧 哎呀 哎呀 这气质 这皮肤 这小脸蛋 我是真没看出来 哪比我强啊 咋的 不服啊 要和我比比啊 跟你比咋的呀 小高 来 现在已经超出了 你找我办事的范畴了啊 来吧 咱俩比比 比就比 我还怕你啊 不是 我让你来把锅累了 你跟他比啥呀 苏大姐呀 你别跟人家比 你比不过人家 咱不比啊 你赢了 啥玩了 他就赢呢 你啥意思啊 那比就直接刷下来了 内定了 你别管内不内定 输我也让你输的 心服口服啊 行行 比 你俩给我比 我当裁判 不行 你要当裁判 直接宣布结果得了呗 没事 苏大姨 这不由我的吗 你是我的选手 我也当裁判 大行 那我说按照这个赛制 这中间是不是 求个观察导师 观察导师太难找了 满村子没有那脸型呢 往总上 那就这样吧 下面呢 咱们进行第一项 请双方选手进行自我介绍 我先来 我叫苏丽霞 退休之前 在单位的文艺比赛中 担任主持人 金半舞 现担任 市府广场 广场舞 终身林舞 我叫王春娥 曾担任 春广播站 宝洁园 春里头唱戏演出 多次担任观众兼宝洁 现担任 二道高春 广播站 终身听众 太糟了 听众还得担任啊 你一听就不让咋的呀 那个 我宣布啊 第一回合 苏大姨胜 听啥呀 谁让他赢啊 不是 王神 你这名就输了 我名输啥呀 王春娥 春娥 春娥 春天的狐铁 咋的了 哎呀妈呀 还春天的狐铁 那不就春天的铺落鹅子吗 铺落鹅狐铁 铺落鹅狐铁 不一个玩意吗 一个玩意 没问题 差点啥 那啥 第一轮就是让人家们 咱们还有第二轮呢 心态啊 第二轮 那行 那下面进行第二轮 气质展示 我是DJ啊 下面呢 我会放一段音乐 二位跟着我的音乐 走摩托步 音乐 终尚 飞笑 飞笑起来 飞笑 飞笑起来 飞笑 飞笑 笑不起来 全外我宣布 第二轮 王春能量获胜 赢啥呀 赢啥这是 黑幕啊 你没有他走的灾了 他有意思 赢了 不是吧 那啥时候灾了也算优点了 你给我闭嘴 追 那行 那下面进行第三轮 才艺展示 才艺展示啊 那大姨才艺展示 可没有啥准备啊 这样小高 您用你的手机 播放抖音第四曲 大姨就用这个舞蹈啊 上了好几次热门呢 吃了老多粉了 准备一下 好嘞 才艺展示还有准备音乐呀 我深圳就来 那你啥才艺啊 威夫 多鸡屎 歪包米 哪个猫黑啊 你要想看我现在上外边给你展示一下 你干啥展示啥 人家是才艺展示 你这过日子展示呢 不是 那才艺 才艺我不会啊 不咱村不每年不都请姜河队吗 我看她们来 你都在后边嘎嘎 那成就浪了 讲那个就行啊 那我没音乐呀 她不有音乐吗 蹭她就完了 我音乐准备好了 好嘞 小杠 走 走 往里面 我枉最美的花 我红了穿越浪 日梦荡天涯 地 Él 地树花香 流浪的燕威啊 心上游蜕 千里万里也会不满 我最美的方 我红了 这一样的风云的方 全心里万里也会不满 行了 行了行了 不比了 我输了 老高头 你跟你儿子上城里吧 你跟那大个儿过去吧 我走了 王春哥你给我站那儿 是 你没有人家个儿大 也没有人家才艺好 长得也不敢人家漂亮 我走了 站那儿 虽然你啥啥不如人家 那我不也有毛病吗 你有啥毛病啊 我眼神不好 但我眼里只有你 春哥啊 这么些年 委屈你了 你别看我平时乌不渣渣的 其实 我胆不大 今天呢 我当着你的面 当着孩子的面 当着不管谁的面 我要对你说 王春娥 我这后半辈子 就你了 我咋现原型了 这苏打鸡 受打击了 啥呀爸 我这苏打鸡平时 什么苏打鸡 苏打鸡 苏打鸡平时是个开朗的人 你平时就这么笑 爸 我得跟你道个歉 其实这个苏打鸡啊 是我在城里雇赖的 假装和你相亲 目的呢 就是想让你跟我回城里 妈呀 我还被我的魅力 刮到了你 大哥呀 其实啊 你这个人挺好的 幽默善良 还有点小浪漫 其实啊 我早就看出来了 我就是想帮你啊 把这层窗户纸 给你撕开 你害人成立 那撕真准呢 早拉大傻 爸 老师 我先送走苏打鸡 要不咱俩吧 把日子选下啊 选啥日子呀 你儿子同意了 我故意你还没同意呢 这老头 那好办呢 让我儿子再咕个老头 我上